原标题 朱元章赞它是国家万里长城 墓地却持有柴窄亦有2019年南京的游园卡 已登至46家景区 名校龄在卡上一直排在第一位置 这表明它既是南京最重要的文化财产 对于深爱历史文化的游人来说 也是最实在的景区 中国四大古都之一 有着龙盘古剧之称的南京城 直观给人留下古老印象的 两处大规模景观 即明城墙和明孝林 明城墙在近代毁坏严重 多次被炮火轰塌 几经修补 才有了现在的美好形象 而城外的明孝林不一样 六百多年风风雨雨 一直保存完好 历史上先后有十个政权 将南京作为首都 明朝留下了最深印记 明孝林所代表的历史名城名片 分量和北京故宫是一样的 明孝林2003年 被陆入世界文化遗产 其内容有很大一部分 是散落于中山西北路的 几座明宫陈墓 史料记载 明宫陈墓藏有十二位明朝开国元勋 这些人不仅战功赫赫 也是那个时代的中流砥柱 而且品格高尚无瑕疵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 能确认墓主的仅存五位 分别是徐达 长玉春 李文忠 吴梁和吴珍 求成 展开全文 虽说 红武帝生前希望 这些功臣 在另一个世界仍然能护救他的江山 尽可能和他们保持近距离 可是挨个走完这些功臣墓并不容易 他们和明孝陵之间 没有专设绿色通道 尽管直线距离不远 但要步行翻过中山 而利用地铁 二号线倒四号线 半个小时就来到了北路反舱街 蒋王庙站斜对面 即是李文忠墓 隔着马路 看到了修气平整的草坪和高高的神道碑 可是不巧遇上碧原整修 只能隔着铁栅栏拍一张侧面 沿着马路再往西走四百米 看到了徐打木 顶着大门的石牌坊 刻着中山王神道 焦阳似火 腐气逼人 一边擦着汗 一边咔咔咔按下快纹 石马石像表情木纳 皆莫不语 但是他的主人却是一个 时代的传奇 将神道碑上的字迹放大十倍 品毒一段斩人肺腑的君臣情义洪古帝朱元璋 在位期间 刑法严峻 动辄搞上万人的连坐 杀戮甚重 很多开国元勋在人生后半场 因一些小事火醉受刑 最终背负着罪名死去 连尸谷都找不到 既然帝王有人品贤匹 能在这个时代善终的大臣 实在是凤毛泥脚 绝对是精英中的高智商 历史上 帝王与将星扎堆出现 至始至终命运捆在一起 相互成就 徐达和朱元璋是发小 那一年 二十六岁的朱元璋 投入起义军郭子兴麾下 奉命回乡招兵 二十二岁的徐达应母 成为朱元璋的左膀右臂 从此开始了他们的戎马生涯 徐达一生骁勇有谋 寡言语 思虑精深 经历大小恶战数百次 年纪轻轻就成为三军统帅 他和朱元璋在蒲阳湖大破陈有量水军 出路丰盟 挥师向东进 击败张世成 再巩固了长江以南局势后 迅速北上攻破 元大都进北京 最后西征 将蒙古人赶至漠北 徐达的战功和边防驻成功劳显著 朱元璋称他大名的万里长城 给予徐达最好的褒奖 曾写在一幅对联上 破路平满 功贯古金人第一 出将入相 才坚文武士无双 徐达先后被封为 光禄大夫 左驻国 太父 魏国公 神功碑上表彰他 功在宗社 名垂主博 光照前人 赏阳后世特追封中山王 是武宁 赠三世皆王爵 比皆封王夫人 也许这是朱元璋 魏臣子写下的最好记文 为了编于文化素质低的五官读解 特意在上边加了标点 一边是光学技术研究所 一边是中路花园小区 徐达木被夹在中间 窄窄一柳 长约七十米 宽十几米 一面牌坊 一面神功碑 一条神道 两牌树 一组石马 石阳 石虎 武室 文臣 尽头一包藏满荒草的坟名 徐达早死与朱元璋 这样的规格 在倡导节俭的洪武年间 已经是人臣的极限 之后 洪武年间去世的功臣 也从未超过这样的待遇 有趣的是 徐达和朱元璋 曾出生入死 命运绑在一起 关系胜过亲兄弟 最后陆入世界文化遗产 也要在一起 合葬在徐达木的 还有徐达第三则 长孙 武士孙木 2011年 又在隔壁南京林业大学 南大山工地内 发现徐达第六代孙 仅一为指挥 千世徐军旭的夫妇和藏幕 徐达有四女四子 长女嫁给朱棣 封梅徐皇后 长子和四子卷入静南之乱遇害 四子后代世袭定国公 二子世袭指挥使 三子徐天福早足 离开的时候 整个园子仍然只有我一位游客 而大街上车来车往 偶尔人行道上有人路过 向园内匆匆一瞥 也是莫不关心的表情 此情此景又想起了徐达的为人低调 目前南京与徐达有关的戏 还有于原和莫愁湖 清朝咸丰三年1853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 将指挥部设在于原 至今保存完 好 而莫愁湖是当年徐达和朱元璋下棋获胜 遇刺的奖品 现在开发成功源 依然风景优美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